你们就在这里哦 爸爸呢 门一打开两名男童单独被留在套房内 家里没大人 如此危险的情况竟然已经好几天了 自己一个人啊 没关系啊 那你怎么去学校 去学校走的 爸爸无意紧离家双胞胎兄弟当 却毫不在意 自认能照顾好自己让人看傻眼 在家里这样危险了 多次劝说最后双胞胎兄弟才起身穿好衣裤 离开凌乱的住处 跟随远警回到警局 原来这对国小四年级的双胞胎兄弟 和爸爸住在桃园 一处与一公分住的套房 上周五爸爸阻止他们玩平板 犯遭儿子拿酒精喷洒 让他心灰意冷 18号打给干妈诉苦 随即关机失联 干妈担心两名男童有危险 请议员和警方帮忙 晚间十点多大队人马进入套房内 将双胞胎带离 并交由桃园社会处安置 六十岁的爸爸无业 当初留下一万块给孩子 随即失踪 目前人找不到人 索性兄弟俩已经被安置 如今最重要的 就是赶紧找到他们的爸爸 记者陈胜伟皇祥父王百英 章话视频报导